是可以來做我們去參考的東西 那我們已經採取最溫和的所謂的真相 所謂對這些的加害者 能夠讓他能夠清楚的 能夠讓大家知道說加害者在哪裡 那他是不是能夠願意把這些真相揭露出來 然後是不是能夠得到色免 能夠得到寬恕等等 所以呢在這裡就是說 世界各國各種處理的方式 我們在這促轉條例 已經是採取類似南非的這樣方式 雖然大家也在批評說 南非的真相委員會 在我們這次的促轉條例裡面 並沒有那個真相委員會 他好像還要再另外立一個法 所以這個部分覺得大家是說 那你成立了這樣的一個促轉條例 那還要再另外的個別的再去立法 然後呢還要等這個時間到底等多久 人民已經等了這麼久了 等了這個40年 三、40年還在等 所以當然這部分我想就是 因為大家講說慎重在慎重 就像我們的小英主席說講的 溝通在溝通 所以我們希望是說 透有這樣子未來要辦理幾場的公聽會 我們是不是大家都能夠真的是非常理性的 去就這些的問題 就事論事 然後就我們覺得應該採取的 到底是要南非的模式 或是韓國的模式 或是德國的模式 或是波蘭的模式 或是捷克的模式 實際上各國有各種不同的模式 這些一定要會根據他們自己的民情 他們自己的國情去做不同的判斷 那我們希望說這個都能夠呈現 另外一個呢 東德的模式 當然就是說他們最重要的 就是亮歷史的真相的呈現 所以在東德的這個部分 他們會對於這所謂的政治檔案的保存 這開放的應用 非常慎重的去處理 所以在這裡我也想要請教 我們的這個檔案局的局長 陳局長 我們這裡也建設到了 就是說我們現在我想上一次 在這個所謂的 這個國防部的憲兵去搜索民宅 那這裡面凸顯到我們的政治的檔案 事實上是散落在民間的各處 那現在呢 我們這個政治檔案局 你們對於這些的 散落在各處的政治檔案 到底你們有沒有開始去積極的蒐集 陳局長 報告委員 上一次有關於檔案 這個散意在民間的那個事情 就是我們之前有去訪問過 那個公司的負責人 那因為目前我們檔案局 我們只能就政府機關的檔案進行徵集 那對於在私人的 民間的那個相關的文書 必須要用捐贈 受託保管 或是這個 對啊 那這些東西 你都是可以去做的嘛 那你們現在做了多少 對 我們有積極的跟他們聯絡 那他目前的話那些檔案 那些文書是放在王世堅議員那邊 那我們有跟他聯絡過好幾次 他們說之後會捐贈給檔案局 那是不是還有其他的機關 有一些沒有移交給你們的這些政治檔案 我們在過去幾年 已經好幾次的去各個機關 徵集有關於228事件 美麗島事件 還有建源時期相關的這個檔案 那目前我們點藏的有413公尺 已經比前幾年多了很多了 對 我現在問的是說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機關還有嘛 對不對 但是你們去要人家都不給你們嘛 之後我們還會再持續的向他們進行這樣 OK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說 因為目前的檔案法 是沒有辦法去處理這些政治檔案的 敏感的政治檔案 你要要求別的機關交給你 人家不理你嘛 所以我們才需要說有一個政治的檔案法 對不對 那這個政治檔案的一個公開呢 這裡面剛剛你講說可以來申請 可是剛剛這個徐委員要再追問一下的時候 你們有說我們他要再經過審核 所以就像到今天為止的所謂的這個 未寄出的這個遺書 到今天好像就無法送達的遺書 到今天他們申請老半天好像你們還是不給人家看嘛 報委員 我們之前曾經地產室的在我們的幾百萬頁的檔案裡頭 去做這個清查 那我們有查出來一百七十幾位的那個政治受難者 他有私人文書 然後我們都一一去返還 有時候是我們親自去送 那有時候是透過這個一些儀式啊 比方總統他也曾經親自返還這些遺書 到目前為止的話 我們是接受各界來申請相關這個私人文書的返還 所以我們希望是說我想真相的公開 一方面也必須要跟所謂的隱私權的保護 要能夠互相的平衡嘛 對不對 所以才發生說 上一次這個美麗島的資料的話 沒有經過當事人同意全部都公開展覽 讓人家去抗議嘛 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就是說 固然有些資料我們希望是說能夠公開 可是你要去兼顧到裡面的有一些隱私權的部分 所以這個也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在所謂的政治 就是政治檔案法 我們會要求政治檔案法 也就是說在這裡面 你就不需要非常細膩的去處理 因為我們也知道說在這個威權時代的時候 有很多的這個所謂的縣民 或是所謂的這些情治單位 它裡面就是安了很多不死的紀錄在那裡 那今天如果整個一個檔案大公開的話 事實上也會侵害到有一些人的這些隱私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就覺得說 所以為什麼對於政治的敏感的政治的檔案 它的公佈或是它隱私權的保障 這裡面是要非常敏感非常細心的去處理 那當然這裡面還有一些的就是說 就是說它雖然不列 因為你們現在馬上是說 有被起訴成案的才叫做國家檔案 所以只要它沒有有人去密告 但是它並沒有被起訴的 你們就認為說那個不是國家檔案 所以這些東西有很多就是散落在民間 可是這些東西事實上都可以讓我們去勾勒出 在當時所謂的你的旁邊就有匪諜 就你的隨時有人去跟你舉報 這些事實是真的是假的都不一定 可是呢就全部都去舉報 那這些東西也應該讓它還原 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整個社會當時的社會怎麼樣 明天蓋地的所有的這些人的資料 隨時都有可能在你的身邊最親密的朋友 所以就跟你報上去了 所以這個 鮑委員我們現在國家檔案那個徵集的標的 是各個機關永久保存25年以上 那我們會經過競選 認為它有歷史價值 或是它有一些這個特殊的 這個必要性的這個相關檔案 我們會把它徵集進來 變成我們國家檔案 好 那國家檔案是像這種 具有歷史一的 是不是也應該變成永久保存 是 都是永久保存的 這是我們從永久保存的檔案裡面去挑選的 好 謝謝 兩位請回 我們接下來請李俊逸委員 主席各位先進 麻煩請行政院簡秘書長 法務部李參事 內政部民政司劉專門委員 好 簡秘書長李參事劉專門委員 謝謝 李委員好 秘書長好 辛苦了 秘書長我先釐清一下